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华尔街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加密货币市场波动,投资者谨慎 二,运动,健身产业蓬勃,相关股票受关注 三,无人驾驶技术进展,汽车产业转型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加密货币市场波动,投资者谨慎 在这个数位时代 加密货币的兴起无疑是一场金融界的革命 或者更像是一场赌局,取决于你问的是谁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中世纪 告诉那些用实体金币交易的人们 未来的人们会用一些不存在于实体世界中的数字代币来赚取财富 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是从巫师学院逃出来的疯子 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 这就像是一场极端运动 只适合那些心脏强大的冒险家 一天之内你可能会感觉自己像是在攀登珠穆朗马峰 而第二天就像是从那里跌落 这种极端的波动性让许多投资者感到既兴奋又恐惧 让我们用一个有趣的比喻来解释这种波动性 想象一下 加密货币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而投资者就像是在这个海洋上航行的船只 有时海面平静航行顺利 投资者可以在甲板上享受阳光和威风 但突然之间一场风暴来袭 巨浪拍打着船只 投资者必须紧紧抓住船上的一切 以免被抛出海外 这就是加密货币市场的日常 对于那些考虑进入这个市场的投资者 这里有一些谨慎的建议 首先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多元化投资可以帮助你分散风险 其次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加密货币市场不是一个快速致富的捷径 它需要耐心和坚持 最后保持冷静 市场的波动性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 但重要的是要保持理性 不要让情绪主导你的投资决策 总之 加密货币市场是一个充满机遇 和挑战的世界 就像古代探险家航向未知的海洋一样 进入这个市场的投资者需要勇气 智慧和一颗冒险的心 谁知道呢 也许下一个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就是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运动健身产业蓬勃 相关股票受关注 在这个以健康位上 以运动为乐的时代 运动健身产业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的豆芽 一夜之间长成了一棵巨大的豆芽树 而这个树上 借出了许多金光闪闪的果实 这些果实 就是投资者们眼中的运动健身相关股票 想当年 人们对于运动的概念 还停留在晨跑 做做伸展运动 或者是周末和朋友打打球 然而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于健康和体态的追求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于是乎 各种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运动装备和智能健身设备 也变得异常火热 这一切的一切 都让运动健身产业 成为了投资者眼中的新宠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个产业的一些明星股票 首先 不得不提的 就是那些健身房连锁品牌的股票 这些公司通过不断扩张地盘 提升服务质量 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健身爱好者 股价自然水涨船高 接着是那些运动装备和服饰品牌 他们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时尚设计 成功俘获了无数消费者的心 股价也是节节攀升 当然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莫过于那些智能健身设备公司了 他们将传统健身器材和现代科技完美结合 不仅让人们可以在家中享受到专业的健身指导 还能通过数据分析来跟踪自己的健身进度 可谓是懒人健身的最佳选择 这些公司的股票 无疑是运动健身产业中的璀璨明珠 然而 正如古人所言 树大招风 运动健身产业的火热 也吸引了不少跟风者和投机者 他们或是盲目扩张 或是过度追求短期利益 终究难逃一场市场的大洗牌 因此 对于那些想要投资运动健身相关股票的投资者来说 选择那些真正有实力 有创新能力的公司 才是王道 最后 让我们以一句话来总结这个故事 在这个运动健身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 投资者们应该像健身一样 既要有力量 也要有耐力 这样 才能在这片繁华四景的市场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绿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无人驾驶技术进展 汽车产业转型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无人驾驶技术的进步 就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情节 让我们这些老古董 也不得不拍案叫绝 想当年我们还在用地图和罗盘导航 现在车子竟然能够自己找路了 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 更是汽车产业转型的一大步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无人驾驶技术的进展 这项技术的发展 可以说是从看不见路到比人眼还要厉害的进化史 最初 无人驾驶车辆依靠简单的传感器和摄像头 来感知周围环境 就像是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经常摔跤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 现在的无人驾驶车辆配备了雷达 激光扫描 LIDAR和高级算法 能够在各种天气条件下 即使是在黑夜或是大雨中 也能准确地看到周围环境 就像是藏了一双夜视眼镜 这种技术的进步 不仅让无人驾驶车辆变得更加安全 也为汽车产业的转型铺平了道路 过去 汽车产业的竞争重点 可能是引擎的马力 或是车身的设计 但现在软件和数据成为了新的战场 汽车公司不再仅仅是制造车辆 而是变成了提供移动服务的科技公司 这种转变带来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 以前我们买车时 关心的是油耗和马力 现在可能更关心车辆的操作系统 是否能够及时更新 或是它的自动驾驶功能 能不能在下一次软件更新中得到提升 这就像是从买一台家用电器变成了订阅一项服务 你的车子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 变成了一个拥有更多智能功能的高科技产品 当然 这个转型过程中也不乏挑战和趣事 比如 有无人驾驶车辆 因为看到路边的停车标志 而突然停下来 让后面的人类驾驶哭笑不得 也有无人驾驶车辆 在雪地中迷失方向 好像是一个依赖GPS导航的现代人 突然被扔到了没有信号的荒野 总之 无人驾驶技术的进步和汽车产业的转型 就像是一场精彩的马拉松 既有令人兴奋的创新 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我们这些古董只能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坐在无人驾驶的车辆中 一边品着茶 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 而不是被困在交通堵塞中 怀念过去的马车时代 总结来说 加密货币市场的波动性 让投资者既兴奋又恐惧 需要谨慎对待 运动健身产业的蓬勃发展 吸引了众多投资者 但需要选择真正有实力的公司 无人驾驶技术的进步 让汽车产业面临转型 软件和数据成为了新的战场 无论是投资加密货币 运动健身相关股票 还是无人驾驶技术 都需要勇气 智慧和冒险的心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